温泉浴室的更衣区发生窃案 价值50多万的民谣不翼而飞 视频侦查快针快破 嫌疑人却拒不共认 900元人民币的罐子号比重 其他赃物却无存查找 传唤24小时期限将至 通话警方如何捉贼捉赃 最后4小时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22年8月6日晚上 我提到我们群联导电话 说金厂派出所发生一起 重大的入室盗窃案件 要求我提前道道 张冠南原本应于 2022年8月8日 就任通话市公安局 东昌区分局金厂派出所所长 由于金厂派出所辖区 突发重大棄案 设案金额50余万元 张冠南提前进入工作状态 并任专案组组组长 案发47小时后 嫌疑人落网 但是他拒不公认 棘手的是 民警没能找到重要赃物 8月9日下午4点 嫌疑人接受传唤 已经20个小时 再有4个小时 传唤期限将满 我马上面临 对着采取下一步的 形式强措施 那么我们现在认定的账物 只有900元现金 如果其他账物再找不到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下一步 无论是行动处罚也好 取保后者也好 我们这个案件到此为止 账物将会永远找不到了 喂 你好 警长面说 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在那个棍泉 泡棍泉 倒入就丢了 倒入就有什么物品 有那个吊坠 有戒指 有表 有点缺席 价值多少钱 价值50多万吧 在2022年8月6日 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所接到了一起报警 在我们辖区内一处温泉 把他们一起报警案件 我头一次去 一进去吧 还隐老了 我一看这没查医生 好啥呀 上楼上看刺耳朵吧 下午几点了 我就回 拿钥匙直接就过去 过去了 这一看一看 挖了包都没有了 这不就蒙了 包的人非常确定 他的锁当时是锁的 而且他开柜门的时候 锁的是完好无损的 所以说他当时没有关于自己的包是被盗的 其实是放那个鞋棍了 还是记错了 毕竟年龄大了 过去呢 经过他一个周小时查找 没查找到 所以他进行了一个包案 受害人自称包内有一个白金戒指 一个黄金吊坠 四千多元现金 以及一块价值五十余万元的名贵手表 民警保护现场的同时 立即联系了刑侦技术部门 我们去看了之后吧 一开始怀疑他不是这么个案的 有可能是自己忘了 因为这个现场没有痕迹啊 棍门都是完好的 后来在这个俯瞰的过程当中 发现他这个棍门有一个轻微的敲压痕 快一点五厘米左右 但那敲压的地方在锁边的后半部分 隐藏的特别好 如果你不细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这个工具初步判断应该是像什么 螺丝刀 一些小型的一些撬棍 都不能太宽的撬棍 案发现场位于温泉洗浴的更衣区 没有任何监控设备 于是民警对更衣区外的其他监控 进行调取 在查看大厅的监控画面时 一名提着红布兜的男子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你看这个人 他这个人进门戴个帽子 还有戴个口罩 而且他手特意拽下这个口罩 特别不正常 这名男子呢 是在早上九点 进入我们的温泉洗浴 之后在十二点钟就离开了区域 离开的时候 也是戴了一个牙蛇帽 和戴了一个口罩 一般喜欢找人 就很少这么一个装扮 我们也调取了 这个洗浴的娱乐场监控 包括休息区的监控 这个人在洗浴 浴室里拿浴 三个小时 根本就没有到休息区和按摩区 这个现象比较反常 根据该名男子的记录 和那个出去的这个画面 一个对比吧 我们发现他最后出门 手里拎的这个包 明显比之前 记录的时候 它包内应该是有一个 长方性的物品在包内 与受害人所描述的 背道这个包 对大脚体积都非常相似 民警判断 该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排查顾客登记的身份信息 民警发现 他是通话级的柳姓男子 我们也是当面找到核查 发现这名男子呢 与我们视频中所显示的 企业人呢 他们的体型 包括发型 包括年龙段 都非常的不符 而且这名柳姓男子 也是制成自己的身份证 已经就是很长时间了 柳姓男子的身份证 应该是被盗用了 那么出现在监控画面中的嫌疑人 又是谁呢 这个嫌疑人 这个找所 包括他有个动态 是从这个固态上 嫌疑人是两个 基本态 是最主流 听取张所长的汇报之后 发现这个案件 案件比较复杂 侦破难度比较大 监狱派出所的警力有限 决定成立专案组 然后由张国南所长任所长 权力这么扫 围绕温泉洗浴内外的监控 民警顺着嫌疑人离开的轨迹 进行视频追踪 然后我们看见犯罪嫌疑人 离开现场以后呢 过了现场的小桥 以后 我们这个视频就断了 再也追不下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改变思路 改变打法 因为说他有走 他也得有来啊 这样我们看 他是怎么来的 案发的温泉洗浴 位于通化市郊七公里外 所处位置三面环山 金厂镇是进出 温泉洗浴的必经之地 根据嫌疑人 出现在温泉洗浴的时间 民警倒推了嫌疑人 可能出现在金厂镇的时间 进行视频侦查 最后在金厂镇一家超市的监控里 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我们看清智现金说 他拿现金 服务员给他找钱呢 他到这个超市买了一包烟 买了一瓶水 全程也是用这个现金支付的 而且整个购买商品这个过程啊 也都是戴着帽子戴着口罩 面部遮挡的非常严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追踪视频 发现这个人从一个公交车上下来的 之后我们联系了 公交车服务公司 这个监控视频就调了 发现它是从通话市市里 一个欧亚上都站点上的车 之后我们又往上去追查 发现它 它是从一片草丛里钻出来的 通过视频到场 民警追踪到江对面的绿化带 但是嫌疑人是从哪个位置进入的绿化带 又从哪个方向走来 则毫无线索 市民最终无法再往下有效的进行 我们另外一组人员呢 就决定开辟一条新的侦查那个方向 我们的侦查思路是啥呢 这个嫌疑人 他兼用洗浴之后的戴口罩和戴压舌帽进行遮挡 以及他离开现场的这些行为呢 很明显就不符合正常人的这个行为轨迹 应该是一个吸引数字比较高 具有粉刺杂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员 而且通过他对现场这个熟悉程度 以及去现场这个路线上看呢 他应该是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结合这几点 对本地具有这个盗窃前科 特别是洗浴盗窃 这种人员呢进行了信息排查 当时排查是15人 我们在对这15名人员进行排查的时候 发现一名叫圣毛的男子 他在某中学门前有一段影像 这个提帽特征跟现场建议人的提帽特征呢 非常相似 很稳和 看他这个裤子 裤子是这个颜色属于是灰白色的 而且这一面这个鞋子的裤子也是灰白色的 颜色呀款式啊 对 还有这个长短 包括这个鞋的这个身高 以及最像是穿这个鞋 鞋 他这个鞋听的特征是前面这个鞋带特别多 经过视频比对 作案嫌疑集中在圣某身上 经调查 圣某没有居住在信息登记的小区 而是多次出现在市区另外一个小区附近 而且出现的时间也非常规律 民警怀疑圣某在此小区有落脚点 后期我们通过这个物业 了解到圣某确实是这个小区的居民 然后又通过物业得知 圣某在这个小区的具体住址 经现场查看 圣某家单元门的不远处 正对着一个视频监控 专案组制定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方案 张官男所长在这个小区的监控室 然后另外两组员埋藏在他这栋楼的后侧 出小区的路口 张官男所长在这个监控室 看到犯罪嫌疑出这个大阳门之后 会电话通知我们这两组 大约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犯罪嫌疑圣某自己从这个大阳门就走出来了 喂 所长 人出来了 先走 当时这个犯罪嫌疑出来之后 他往的是我这个方向的路口走的 上去直接就给这个犯罪嫌疑 直接就抓住了 我说别动 警察 犯罪嫌疑当时的表情 抓我干嘛 我犯什么事了 考虑到车子打铁嘛 在这个时候 他心里没有什么防备 我们马上带着闲人回到他的住处 再对现场进行了搜查 因为这个账物体积都非常小 像手表啊 接着的账物 这样对我们这个搜查难度也相当中大了 这样要求我们侦察人员 对这个现场搜查的时候 必须要不拉每一个角落 而且要做到非常细致 所有能尝溢地方的这个 都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搜查 包括卫生间洗漱的这个盒里 天棚以及马桶 有空档的位置 包括衣服 袜子 裤子 都进行搜查了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我们突然就想到 物业跟我们说的 这个犯罪嫌疑 经常居住在这个一单元的一楼 这时候我们就起了点疑心 圣某落网后 职业民警来到二楼的住处搜查 难道脏物是被他藏到了一楼的房子里 于是我们就问这个圣某 这个一楼是谁住的 就跟我们说 他不认识这个一楼的住户 我们就给这个物业打电话 确认了一下 物业跟我们说 这个一楼这个名下是这个犯罪嫌疑弟弟的 于是民警们又下到一楼 用圣某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在新一轮的搜查中 民警们发现了一大现金 我们对他这个厨房进行搜查的时候 在橱柜的第一个格里边发现了一大现金 我们清点下大约两千多元 都是百元漂面的 当时这个现金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很怀疑 因为咱们正常人没有把现金放到橱柜里边 随后在卧室的一个包里 民警发现了一根疑似作案工具的撬棍 大概四十公分左右长的一个撬棍 撬棍的表面是用白色的衣用胶布粘的 当时我们就联想到 作案现场撬压痕迹 和这个撬棍被包装的这种状态 能形成的痕迹是非常吻合的 当时我们断定这个撬棍 应该就是它的作案工具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细致搜查 现场再没有其他发现 赃物究竟在哪里 民警寄希望于嫌疑人的口供 当天晚上对他进行审讯那时候 嫌疑人因为看到我们没有收到账物 所以说他对他到习域去道歉 这个作案事实是失口否认的 整晚都在强调 你们抓出人了 这事不是我干的 要想有所突破 民警只能找到去实的证据 在审讯的同时 另一组民警开始梳理盛某 案发后的活动轨迹 8月7日的时候 圣某曾经乘坐一辆出租车 到达我们市区的茅小区之后离开 最后消失在我们的监控当中 监控当中显示了他当时出行的时候 拎着一个红兜 与我们案发时候的红兜是一个红兜 之后过了十多分钟 这个圣某又提着红兜 又远路返回 从头出租车离开 当时我们就怀疑圣某是否是继续使用这个红兜 到达这个小区进行一个交账 或是转移账户 咱们继续对着进行审讯 问他这段时间做什么去了 他意思是不配合 始终他没有交代 这二十几分钟到底去干什么去 当晚的审讯工作结束后 专案组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 决定第二天兵分五路推进侦查 一组继续审讯圣某 一组核查四千多元被盗现金的贯字号 一组对权势可能的销赃渠道进行排查 另一组继续搜查盛某 及其直系亲属名下的房产 最后一组对盛某社会关系展开排查 调查赃物转移的可能 我在银行求的 隔包里放了一半十分也不太挂钱金 就有时候开始去加油 每一张人民币上都带一个冠字码 普通人可能不太留意这个东西 冠字码对每一张人民币具有唯一性 就比方咱们每一个人 只有一个身份号码一样 这样我们下一步就准备调取银行的流水 从而从流水调取银行的冠字码 和在现场搜查到的账款进行比对 如果能够比对得上 这样现金将会作为我下一步死去的一个状况 圣母所住小区为回迁房 她和直系亲属 在该小区总共分有七套房 其中两套已售卖 一套圣母自住 一套圣母弟弟居住 一套圣母儿子居住 剩余两套是毛坯房 我们现在核查了一下 卖掉的这个房子 发现全都有正规的手续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套房子给排除了 所以说就剩三处房子有嫌疑了 我们都对这三处房子进行了搜查 但是都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欢迎您好 欢迎您好 我是通常是管局的 我们也考虑到了 这个嫌疑人是不是把这个手表 进行销藏已经卖出去了 我们就对那个 为五金回首的 或者是那个手表行业的回首的 我们都进行一个走法 当时我们对他这个登记簿 进行这个检查 发现登记簿上 都没有我们受害人丢失的物品 所以排除了他从这个 二手进行店销藏的可能 在圣某的社会关系中 圣某弟弟儿子外甥在案发期间都在外地 唯独一个在本地的关系人 是圣某的一位女性朋友 后来我们把这个女性朋友也找到了 把这个厉害关系给他讲清楚了 这样他这个女性朋友呢 讲得也非常实在 他说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一起养猫 我没有必要去帮他去 尝一些什么东西 在对该女性朋友的住处进行搜查后 民警也没有任何发现 通过查看杨先生取款的银行流水 民警提取了相应的人民币贯字号 后期我们又将这个当天取钱的冠字马 与在圣某家中搜查发现的那些 两千月现前进行了比对 就比对上了九张人民币 是一样的冠字马 就这样我们就确定了圣某 当天指定是到现场 其实是到街了 这是人家尽我的钱 这是宅女生 是我做的钱 号码是一样的 你给我写得起来这个事 冠字号铁证如山 但是盛某只承认盗窃了包里的现金 拿到钱后 便随手把包扔到温泉洗浴附近的草丛里了 我们当时判断 他一定是在撒谎 但是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撒谎 还得堵住他这个口 所以我们只能按照他说的 到温泉附近这个草坪里 开始了搜查 经过仔细查找 在温泉洗浴附近的草丛里 民警没有找到圣某供述中所扔的包 那个草丛的草特别高 很不容易被人发现的一块草坪 并且这个区域也特别特别小 我们又找了华为工人 华为工人也说了 这个位置他们平常基本上是从来不进行打扫的一个状态 总统的迹象证明 圣某就是在说谎 那同时也证明一个事 包里的手表 金帧以及戒指还被他藏在某个地方 说话说 做贼要做账 现在那嫌疑人 咱们虽然抓到了 但是除了这900元账物呢 这个最重要的账物咱们没有找到 就像这个饭 做了一半 没法吃 这个案件搞了一半 也不成功 他这个账物你要是找不着 你在家犯罪嫌疑人像他这样拒不认罪的话 他这案子就慌了 你就别想给他定罪了 他那些圣某呢 咱们已经审讯了大约20个小时了 快20个小时了 现在呢 咱们只比较出了900块钱现金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73个小时 而从8月8日晚上8点 圣某被带回执法办案中心算计 圣某已经被刘志盘问20个小时 根据刑诉法 相关法律要求 对犯罪嫌疑人传唤最长是24个小时 根据当时案件的情况 我们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时间 已经说声无几 如果以这个证据标准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拒的强捕措施 那么就很难达到 向检察机关提醒逮捕的一个条件 造成案件事实不请证据不足 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对犯罪嫌疑人 采取取保护审抢措施 在办理求保护审抢措施之后 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账物 继续作案 甚至是出逃 传唤的24小时 是案件突破的黄金时间 能否在这24小时中 拿到关键证据和相应供述 事关案件成败 当下留给民警的时间只有4小时 此案已经陷入一个转折点 也是一个僵局 下一步怎么做 下一步如何突破 拜登面前的是一个难题 那么我们就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安排有经验的森讯的侦察员 接着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审讯 第二就是把下一个工作重点 还转移到对他去住所的一个搜查 这个方面 刚才那种死线车员 肯定是拿不下来了 这样啊 我这么想 这个人这个性格呢 你跟他讲案件 他肯定有一种防备抵触的心理 他是不会讲的 你要是跟他讲一下案件无关的东西 他有可能会开始跟你说一些事 我们就问他 你消失在画面里那20多分钟 到底干什么去了 这时候上门就嬉皮笑脸的跟我们说 我偷菜去了 然后他说 不瞒你们说我从小到大 我吃这菜我就没吃鸡卖过 全是偷的 圣母乘出租车去的小区后面 确实有一片菜地 民警也在圣母家中找到了他偷的菜 他对他这一个盗窃的一个行为 那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成就感 我们也是抓住他这一个系列特征 改变之前针对案件去询问 现在是跟他去聊一些家常科 我们发现当聊到圣母本人自己的一个盗窃的一个经历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看耳谈 与此同时 对圣母几处住所的地毯式搜查仍在进行 艰难之际张冠南所长收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 这时候我们教典在班区那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我接起电话 我们教授的同事 刚好那个好消息 说这个人以前从事过家电维修这个行业 圣母的职业是一个指示性信息 搜查的重点转向圣母家的所有家用电器 最终民警们在圣母家冰箱底部发现了端倪 在这个冰箱底部的后盖发现了一个松动的螺丝 明显是人为把这个螺丝曾经打开过 给我扭上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冰箱后盖打开了 打开以后发现里面有个白色的塑料袋 其实看到这个白色塑料袋的时候 我们就是眼睛也亮了 就是冰箱里怎么可能有白色塑料袋呢 结果把这个塑料袋一打开 手表 戒着 还有这个吊坠 全在里面 案发75小时后 被圣母藏匿起来的手表 吊坠 戒指等赃物 终于被找到 在搜查现场 圣母对搜出的赃物进行了指认 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此案在我们专案组全体同志的三个周夜不懈努力下 第一事件侦破 为受害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同时我们专案组成员及时地找到证据 固定证据 让嫌疑人开口认罪 保证了案件后期的诉讼 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 这样一来 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手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